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G20领导人峰会发布会上称美方将允许美国企业向华为公司出售产品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落实这一承诺 并尽快停止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 一段时间以来受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中美农产品贸易受到冲击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农产品贸易是双方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希望双方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